橘色火光与浓浓黑烟从南韩锂电池工厂不停串出 燃烧剧烈的火焰中还看得到一闪一闪的爆炸亮光 这家位于经济道华城市叫做AriCell的一次性锂电池工厂 是特斯拉的供应商之一 在周一早上10点31分疑似储厂35000颗锂电池的二楼储存区 发生爆炸引起大火造成多人死伤 当地警方表示火场里发现的死者大部分是外籍劳工 一次受困楼梯间逃不出去而丧命 稍早还有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被发现时 已无心跳送医不治 同时还有多人烧烫伤 这间工厂为三层楼钢筋混泥土建筑 总面积达1600平 由于锂电池爆炸风险高 加上周围有大量易燃物 而且厂房内没有配备洒水灭火器 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目前整座工厂已经烧到焦黑 更有可能随时发生崩塌 目前只能持续灌旧 伤亡人数恐怕会随时间向上攀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